主席在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出来对大家说清楚 到底我们有什么非得需要李全教不可的理由 台北市议员中卫军开出第一枪 辞去文传会副主委党职以示抗议 包括李全教 傅昆琦 这份国民党选色会的名单争议 党内气炸国 是打着团结的大旗行或悉尼之时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一辈子清白他应该非常的清楚 是他们比较后辈啊 我想他对整个案情应该不是很清楚 时间回到了15号中场会现场 新卫市议会的议长蒋根黄 甚至当着党主席朱一伦呛响 对名单上其他人没有意见 唯独傅昆琦不行 而且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八岁 也显示国民党内青壮世代 对于世代交替的无望跟恐慌 平均年龄曾过高 那他可能让这个中间选民跟年轻的选民会 认为他们所提名或是寻找出来的这些人物 没有办法符合世代的需求 那比方说提出了谢龙介跟苏清泉这两个名单 我觉得很好我们也会第一个站出来 力挺党中央的决定 让他们的自行来退出 不要让选队会变成讨论的焦点 然后进而模糊了选队会本身应该有的功能 面对四面八方扑击 党中央证实李全教已经之所进退 党中央将会让李全教退出 另增聘台南市前议员谢龙介 以及平东县前立委苏清泉 只是都还有提名这一手就走歪朱一轮真的 有无私无我丹起总教练的角色吗 觉得这份名单如果还要说无私无我 那是没有任何的可以让人幸福的地方的 走某人选布局不照进已经让前线紧张 国民党自家人就担心 注意人口中的无私无我 让后院先着火 解黄家伟在于台北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 不只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